就在前两天我收到了好粉丝发给我的主板僵尸 看名字非常正常 这不是我之前玩过的3D版吗 但是你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 小黑子是吧 只一画生喜欢 我给他改了个图标 不是 你以为改个图标 就让我填刻吗 太天真了 这是游戏内有的僵尸 我不是乱改图标的 哦 进入游戏 那这次呢我们来到了夜间关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3D版的画质呀 光影错过呀 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 就是 小日葵你额的阳光实在是太亮了 眼睛都要下掉了 因为是2-1 僵尸的攻势并无猛烈 所以我看起了弹幕 其中有一条弹幕说 这个3D版你为什么铲子用不了 铲子能用啊 Nope 啊 Nope 啊 坏坏的了 我铲子被搬了 玩了不到三分钟 铲子被僵尸偷走了 我麻了 那这后面 植物种错了就没有后悔药了呀 那更让我麻的还在后面 大家看 就会给僵尸挂了 我们拿到了种子包 杀 哎 大哥 你铲子不给我用就算了 这种子包要给我捡起来的吧 哎 种子包 啊 有问题 就是有问题 ok 那是种小小的挫折 自然是不能阻挡我玩下去的脚步的 主要是想到后面能见到坤坤 我就充满了斗力呀 在2-2呢 咱们就可以用阳光姑了 看着这哥们儿 按顺序慢慢变大的过程 我感觉还是很知愈的 嗯 你这顺序不对吧 哎呀 巧不得给我看出来了 不过这个呢 也怪不得别人 确实是自己种的时候 没按顺序放好 那僵尸看一个场面 更是受不了 下路二爷报纸掉之后呢 是一头扎进坚果里狂吃 哎 二爷 也不至于吃成这个样子 有那么饿吗 你就不能跟人家铁筒和路障 学习 呃 你俩挺会玩哈 这是点了个情侣套餐是吧 那当然了 毕竟是2-2 咱们拿下这关还是很轻松的 随随便便就获得了 嗯 呃呃呃呃呃 怎么了这是 你要干什么 你这个方向 我很难不觉得你要叛变啊 啊 大喷咕 那这个大喷咕怎么说呢 嘴巴摔的还是很常灵活的 啊 非常的顺滑 就是 一个嘴已经奇怪成这样了 啊 我很难想象忧郁公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那回到战斗这边 我们的大喷咕作用就很明显了 啊 教授人员非常喜欢贴贴 经常是四五个僵尸抱在一起 那大喷咕呢 一喷就是一串 直接是给他们一坨全部送走 可以说是完美可持贴贴僵尸了 禁止贴贴 谭笑间拿下这关 获得了 你没玩了什么 你给我老实点啊 我数三个数 三 三 我的发 周子梦自己跑了 我忘了十几件猪胎僵尸 我第一次见种子包跑了 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而且还有个很严峻的问题啊 填不到种子包 我怎么过关啊 我什么 那被种子包嗅到的我 这次自然也要小心谨慎了 最后还剩两个僵尸 我盯紧了 种子包很可能转瞬即逝 行呢 怎么没出 砸 卧槽 这个 这种子包 我什么 牛啊 牛啊 有一说一 我是第一次被种子包秀了 而且还没秀了两次 合着咱游戏难度全加到种子包上面了是吧 那又尝试了一次 这次我拿出了我毕生的手速 可算是给我逮到了 就这 还差点给它跑了呢 太难了 那后面呢 就是杂地说什么的 我觉得也没啥可多讲的 就是可能物理引擎比较好 玩起来比较带劲 僵尸脑壳走神乱飞 获得了没活步 不过呢 因为我们其他植物战力太强 没有给太多出场的机会 也就是到最后一波 游戏快结束的时候 我放了一个看会长什么样子 那头顶的欧固花纹 五彩般的变换 老头画脑的样子 确实还挺还原的 大家觉得这个符不符合原版的印象呢 那接着呢 重头戏就要来了 关卡4-7 哎 你这个 那么这个篮球讲手就很好玩了 它的前进姿势是 一边背身打篮球 一边后跳 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碰到植物之后 它会先摆出一个帅心的pose 然后对植物时候 铁身靠近攻击 动作丝滑流畅 把小捧骨打得是满地爪牙 不愧是篮球僵尸 太厉害了 那接着呢 它就会捧起篮球前进 直到碰见下一个植物 加油啊篮球僵尸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篮球僵尸 哎 谁把他头打掉了 哎 你干嘛 那这句打完之后呢 我也专门去图键里 看了一下我们的篮球僵尸 可以说是非常的帅气 简介里呢 所以拿着篮球它才能展现 均人的舒畅天赋舞蹈技术 问它练习了多久 当然是两年吧 哈哈哈哈 毁灭谷 那这个的特性和原版别无二致 但是重点不是特性 而是我想看看它的特效啊 我们进入2-9 那在这一关咱们就碰到了 哎 你们在干什么呀 GoGo场合能不能注意一点 其他将士可都看着呢 进入游戏啊 那玩着玩着呢 我突然有了一个美妙的点子 我要送给 坤坤 一份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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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后面的话 如果还有更新的话呢 花生也会第一时间试玩 然后做成视频给大家看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玩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三连加关注 这是花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好 那这里是花生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下这个 非常暖心简单善良的主弹将是开启版 20秒不到直接掉三两枪 4两 这是否有些过分了 我还没做好东西呢 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啊 只要给我60秒 我就能重整齐骨 一封翻盘 60 59 杀 哎 这 哎你 我的妈 嘿嘿嘿嘿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改变作战策略 把向日盔中在小喷锅的前面 能压榨更多阳光的同时 还能起到炮灰 防护的作用 这样一来呢 第一波将士的攻击被延缓了 阳光好像也多了一些 但是 这小喷锅伤害实在是太低了 尤其这二叶报纸掉的时候 还给全场发铁门 小喷锅是喷一年也喷不动啊 当场吃戏 那么玩到现在呢 事情就不对劲了起来 作为一名技术主播 二杠一打得那么费劲 实在是不应该啊 调整一下阵容 小喷锅 小喷锅滚 这辈子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寒闭壳双发 这就有讲究了 双发的子弹是一圈一圈的扩散打击 子弹数量多到可怕 伤害非常高 那这里我虽然掉了下路的两辆车 但上三路全部都守住了 那这个时候就有热心的观众朋友要说了 啊花生 你就没有看到上路的二爷吗 你真不会以为你这小双发打得过二爷吧 哼 二爷定强他有来无回 双发 狠狠地揍他 哎 你们看这个二爷就是训了 那现在咱们要做的 就是补充上路战役的同时呢 下路安排一个寒冰射手减速敌人 最后一号还有个二爷 但是他这里已经被减速了 下路还有个五箱弹卡 你过来一个我看看 那一口就没了 大哥 你是个脆皮核桃吧 那对二爷做好了 防备之后呢 就没那么困难了 最后一波 除了上路以外 我们防御都极其的强劲 铁头教室来了 他干掉了项锅 但也被我们的火力干掉 不过如此 那接下来呢 又来了一个旗帜讲师 哈 又来一套 为什么会有两个 哎 直接清平了 我 不是 为什么有你啊 妻子呀 还好我小蜷蛇吞得多 那其他路线不用管 下路一套炸弹炸一下 哎 获得了阳光菇 那这个阳光菇和小喷菇一样 一种就是四个 结构的阳光数量非常充足 而之后选择方便呢 我们还是选择双发来输出 两个字 土底 嗯 坏了 用铁头僵尸 每发打在他身上的子弹 都会变成铁头反柴出去 这里得赶紧用大嘴花和他一换一 坏了 我们的双发被克制了 现在必须靠我们手里的阴槽炸弹 和大嘴花 只要解的及时 那还是能玩的 下一波 两个铁头僵尸 阴槽炸弹c力还没好 那就用大嘴花中 我 要不要把你放下来再折磨一下 那这关就头疼了 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是用小喷咕所战 因为铁头是打不到蘑菇的 当然这块有二叶 突进太猛了 还能给其他僵尸放铁门 用刷发这样的重火力才好解决 可铁头刷手又能反弹子弹 把双发克制的死死的 坏了 这僵尸放明白了 那经过了很多次吃席之后呢 我进入选择了一套这样的阵容 用好几个小喷咕进行前后排放 这样就能同时有12个小蘑菇 同时攻击 即使面对天空 刮也给它刮死了呀 至于二叶 这里就要快速解掉 那这里我疯狂的暂停 可能就是卡大嘴花最后一秒的CD 紧接着二叶一个后撤步 我们的机会到了 来 先吃掉 第一波旗帜 直接三个二叶 那这里我的思路非常清晰 先用大嘴花几到第四行的二叶 手里还有土豆雷 但要注意 二叶是不怕土豆雷的 所以我们要介入其他将生当跳板 这种土豆雷压扁铁肚的同时 压扁二叶 天 那次啊 最后是上楼 那这里就真没辙了 这局我有一说一 我的操作还是很细的 但即便如此 也会有都在CD 三个二叶都来的情况 那就没办法了 当场丢车吃戏 没关系 再来吧 这局的话呢 我把五香袋换成寒冰射手 用寒冰的减速效果增加容错 因为铁桶射手的缘故呢 这个寒冰当然是活不久的 所以它就相当于一个一次性的减速装置 低配寒冰锅 前面的过程就不重复了 反正就是各种极限杀二叶 最后一步 先用一套战的解决铁桶旗帜 它的可怕 大家应该刚才已经看到了 而下落 来了两个二叶 墓碑还出了一堆东西 这里大嘴花肯定是没救了 唯一的解法就是土豆雷 但怎么放层的砸到两个二叶 实际要保护好 再等一下 好 就是现在 然后 洗面 那玩到这里我的血压已经升高了 但善良的好作者南瓜呢 把最困难的地方也就做在这两关 上的关卡压力不太大 大风锅可以解锁枪 还能伤害叠加 对付这个能给队友发铁门的铁门僵尸 非常好用 大哥 你这是带了多少门啊 把整个小区的门都偷干净了是吧 拿到了墓碑穿试者 那它和魅惑谷一样都和原版差不太多 那有了魅惑谷呢 咱们自然也就不怕橄榄球了 这里先看一下橄榄球有什么武功啊 他转了个礼物盒 然后炸掉了我们的大盆锅 各自来的小盆锅和阳光谷躲过一截 呃 其实我感觉强度没有特别变态 尤其是相比咱们之前遇到的那几个神仙啊 上次也魅惑一下 我倒有点好奇啊 你们说他被我倒戈之后 礼物盒能炸死僵尸吗 跑回去了 和路上大战 那好像打不过啊 礼物盒呢 礼物 啊 WTF 真的太贱了这个 最后一步 那跳跳江湿好像是掉线了 在这里移动不动 不是 你这什么网络呀 怎么能那么卡 下次记得换个好点的加速器来上线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突然要问了 啊花生 有没有比较好用的加速器呢 哼 那你算是问错人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又没有掐到饭 那下一个获得的植物是胆小菇 加之75阳光 可以发射一大圈的豹子 那本质呢 算是一个灰顶植物 但因为保留了胆小的特性 所以使用的场景有限 想这一局 我就想用单小菇放前面解僵尸 呃 单款就完蛋了 那重开之后呢 我也要测试一下它的效果 范围是很大 但是伤害打在单个僵尸上面 可能就没那么强了 2-8 那这一关呢 咱们就要碰到五王僵尸了 但是我觉得吧 你要想赢我 你就把你那个天龙二爷搬过来 别说撑五王了 那就算是坤哥来了 也未必打得过我们这群植物好吧 来 让你尝尝豌豆塞脸的感觉 撒 啊 你管这叫五王 这他妈是古代大召唤师吧 这干嘛能不能碰啊 但还好 也就来了这 一 额 啊 有关